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3集 暗杀 小四子一路带着庞玉往北走 东瞧瞧西望望 还真让他找到去军营的路了 庞玉在一边十分纳闷 这是去哪 说来也巧 赵普让人把敏拓罗逮了起来 在军营处理了一些事情之后 就准备回开封府 他肚子有些饿 想着如果公孙和小四子在府里 就带两人去吃饭 这会儿 赵普正好和欧阳少征 骑着马从军营出来 跟庞玉他们走了个正脸对正脸 庞玉一眼看到前面一匹黑马 这马威武 再一看马上是赵普 赶紧乖乖闪边 乖乖 这位惹不起躲得起 可他刚想往旁边挪挪 却发现赵普正不错眼珠地看着他 眼里满是疑惑 赵普干嘛看庞玉 赵普看的不是庞玉 而是庞玉抓住的小四子 小四子一看到赵普 双眼就泪汪汪了 倒不是他害怕或者多委屈 而是总算看到救星了 小四子双手一伸张开嘴 赵普一拽马缰绳 黑骄猛地站住了 一撇脑袋 瞧着不远处的庞玉 庞玉没听明白小四子是叫九九 还以为他对着赵普喊救命呢 原本吧庞玉谁都不怕 就怕开封府的人 但是赵普由不得他不怕 因为这号人物和包大人一样 他爹都摆不平 最关键的是 包大人最多抓他打几板子 还要有理有据 而这位兵马大元帅 可是要宰人呢 庞玉一慌 下意识一把捂住小四子的嘴巴 这一下子赵普的眼眉可挑起来了 原本赵普只是纳闷 小四子怎么跟庞玉在一起 但刚刚停下来 就见小四子似乎是被挟持了 他想求救 庞玉还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这下还得了 赵普的火通就上来了 庞玉你吃了豹子胆了 于是庞玉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见赵普已经到了他跟前 伸手一把抢过小四子 庞玉一惊 小四子见赵普凶神恶煞的 赶紧一把搂住 不要打架呀 赵普一愣 不解的看着小四子 小四子赶紧趴在赵普耳朵边 唧哩咕噜一通说 赵普听得直皱眉 障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小四子说的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吃点心碰到个姐姐说 这尊尊的闺女 一是尊尊跑了 大猫跑了 自己被抓了 九 九王爷 庞玉被赵普吓了一大跳 不过这会儿 他倒是回过神来了 之前就觉得这小娃娃各种眼熟 这会儿猛然想起来 他那天不是跟赵普在一块吗 还是赵普的干儿子 庞玉肠子都毁青了 这小胖娃是开封府那位神医的儿子 九王爷赵普的干儿子 貌似是叫什么小四子的 见赵普瞪眼就知道自己捅了马蜂窝了 赶紧摆手 误会误会 赵普皱眉 庞玉惊得往旁边挪 好家伙 瞪眼要宰人的感觉 正这时候 也不知道是天降救星 还是庞玉极星高照 前方一人一马到了 来的是个大内的侍卫 赵王爷 皇上急招进宫 赵普点点头 也不放心将小四子交给别人 就带着他一起进宫了 赵珍很少照他照得那么急 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庞玉在一边松了口气 疼会一解 路上 赵普详细地问了小四子 怎么回事 小四子就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赵普听得有些哭笑不得 那最新是天尊的私生女 真的假的 我觉得不怎么靠谱 那俩老家伙就把你丢下自己跑了 可不是 没意气 赵普笑着抬头 望了望不远处的屋顶 天尊和阴侯 尴尬地对视了一眼 身后红九娘扒着两人的肩膀往下望 哇 那个就是传说中的赵普吗 小伙蛮帅的嘛 虽然跟赵赵比起来差了那么一点 对了 天尊 你徒弟呢 听小兰子说 很不错呀 玉堂自然不错 放下赵普带着小伙子进宫不提 展昭和白玉堂 带着心急的公孙 一路跟着黄元外和曹剑 来到了一间布房 黄元外是做绸缎买卖的 这布房 估计是他的 开封有一种丝帕很出名 是黄记的 貌似是御用的 黄记 展昭想了想 之前他听府里的丫鬟们说起过 黄记的帕子是皇妃都用不起的 一百两才能买到一块 还得等小半年才能拿货 这么贵 什么帕子要一百两 好像跟手工材料有关系 黄记的手帕嘛 用的是要棉纺线 染料里有香料 帕子呢 有一股清香味经久不退 比香囊还好用 另外还有药用 驱纹止血什么的 所以销路很好 不过呀 就是制作费劲 价钱昂贵 通常都是些王公贵族在用 赵普一直用袖子 从来不用手帕 公孙倒是觉得赵普平日不修蝙蝠其实也算个好习惯 虽然看着邋遢了点 不用手帕 也有可能会用别的 赵普平时有什么习惯没有 公孙扬起脸 认真地想了一想后 看他俩 为什么问我 他不是你孩子干爹吗 明显你手一点 这个嘛 这时黄园外和曹建下了马车 进入布房 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公孙上房顶 布房的建设比较简单 没什么墙壁阻挡 一排排的木头架子上 到处都是染好了色正在晾晒的布皮 还有几大缸染料 倒是没有工人 爹 你真的答应和他们合作 不然难道看着瑞云他们死 还有我皇家未来的外孙 可是自杀赵普风险很大 确定能做到吗 所以要做到不留寒急 黄园外说着 伸手轻轻摸了摸 晾到半干的一匹布 必须做到万无一事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切先照经 不要引人怀疑 之后 两人离开了布房 黄园外拿走了一些草药染料 还拿了一匹白布 展昭想追 公孙赶忙拽着他 带我下去看看他的布房 怎么了 黄园外刚才似乎拿走了一些药材 展昭一拽公孙下了屋顶 到了晒药材的婆罗旁边 公孙看看 又伸手拿出来一些似乎更加不解 有什么问题啊 只是些昂贵的香药而已 展昭和公孙在看药材 另一边 白玉堂正在布匹当中穿梭 似乎是想看看这些布料 公孙拿出块白布包了一些药材 准备过去仔细研究 这时候 白玉堂也走了过来 帮忙拿了些染料 有什么发现 白玉堂一摊手 表示就一个普通的布房 没任何发现 展昭觉得刺杀赵普可是大事 要回去先跟包大人商量一下 从长计议 于是三人先回了开封府 不过回到开封 天尊他们都还没回来 这么久还没回来 这时候 外头欧阳少征带着人马过来了 似乎是来找包大人的 一见公孙就顺便告诉他 小四子在赵普那 小四子在王爷那呢 王爷进宫去了 一会带他回来 小四子怎么跑去赵普那了 外公和天尊呢 欧阳少征说着抬起头 众人都仰脸 就见房檐上阴侯蹲在那里 跟众人打招呼 天尊背着手站在他旁边 抬头看远方 那样子特帅特神特仙气 只有白玉堂眼皮子跳 每次天尊闯祸之后 赖账都是这副表情 果然又闯祸了 赵普没回来啊 他进宫了 欧阳少征纳闷地看着公孙 刚才那一刹那不是我的错觉吧 公孙先生这么紧张呢 小四子跟他在一块不 是啊 那就好 原来公孙先生担心的是小四子 只有公孙知道 赵普这人打 估计一般人打不过他 就只能按算 下毒是最好的法子 有小四子在能看着他点 赵昭想找包大人 但是丫鬟说包大人找八王爷去了 晚上才回来 正这会儿 外头一个守门的门关 跑了进来 赵大人 由于包大人没在 所以牙差们有什么事 都找赵昭 嗯 怎么了 门 门口来了个姑娘 姑娘 姑娘怎么了 要深渊吗 她 她说来找人 找谁 你倒是说呀 七七八八的 她 她说她来找她爹的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